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外不能置于事 冒险给你 为了解决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很多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 相信大家的周围也见过不少吧 这些共享单车确实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很多方便 当然也存在很多比武端 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 共享单车不是现在才有的 在宋朝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 南宋时期在都城临安 就有专供市民阶层租用的共享车 这是一种长方形的马车 顶上有盖 四周挂有筹蔓 能容六人乘坐 这种街车并不是使用者个人所有 而是属于车行的 喜欢游乐的男女常常顾他代步 他的使用方法和现代共享单车类似 一般采取时段制或日租 因为日租付的是一天的费用 多数人会选择这种服务 南宋民间比长车 更常见的共享车是战车 应用毛毡为棚而得名 在轿子为流行之前 男女结婚时多租用这种车 古代的共享出行工具 与车叫船不同 共享处立很容易弄丢或是弄混 古人啊 早就想到了如今共享单车 登记注册的办法 实行不及制度 同时烙印 既可防备到还便于找回 就是死了都好便是 与共享单车使用不同的颜色和标记 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大航海时期 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 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出海 发现了美洲大地 但他错误地认为这里是印度 于是变称美国的土著为印第安人 后来同为意大利的亚美利哥 来到美洲考察 断定这是一片人类没有发现过的新大陆 于是 后人以他的名字 American 命名美洲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在 在Y哥社团中国未解之谜第一部 祖先的起源中 说到过人类起源于非洲 那时候航海并不发达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怎么来到美洲的呢 这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冰河时期 有直接的关系哦 地球形成以来 曾经历了11次冰河时期 这段期间 冰层覆盖了世界上大片土地 气候非常寒冷 同时 由于较多水分 储藏在冰块中 各地的海平面就较低了 冰河时期时间 可以维持超过一百万年了 地球史上主要有四次规模 比较大的冰气 其中八亿到六亿年前的成冰季 可能是地球史上最严峻的冰气 当时可能整个地球都被冰层所覆盖 我们上一个冰河时期 称为大冰河时代 发生于距今一万八千年前 结束于一万年前 当时地球原三分之一的陆地 被覆盖在二百四十米厚的冰层下 下一次冰河时期到来的时候 如果地球上还存在人类 由于白岭海峡被冰封 人们可以直接从亚洲走到美洲 印第安人的祖先 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幸存 并迁徙到了美洲 等到冰川融化后和世界隔绝 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估访者 打赏一下新大陆 platform 我会访订阅 又宜了 半天 又热 又热 天地 雪剑 多少生命都刺破 月洲 世界 又热 已热 何лей 然后 又热 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